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个% 蛮好的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蛮好用 这是一个传统的 可是在市场低迷像现在是1% 2% 这低迷的时候这样的年金的话 就不太发生效用 那么还有一种年金是Variable Annuity 它是一个浮动的年金 它那个年金账户里面的产品 跟那个基金挂钩 就是跟那个股票市场挂钩 所以它是浮动的 那浮动的缺点在哪里呢 譬如说我们现在这是你的本金的这个线 然后你市场上上下下 一般人买股票基金都很有概念 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假设我现在这是100 那有时候我现在到了130 上上下下 直接在哪一天 蹦 它掉到了50 你心脏要很强才行 对不对 对 就是那你就是快要退休了 那你这50什么时候才能recover呢 所以这是Variable Annuity 你要回去到100 你要100个percent 那你又要再拉到多少时间 所以这样的产品 Variable Annuity的话 现在市场上还是有 可是我个人并不是特别偏好 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因为对长期规划 对退休的话是不是很适合 你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退休 是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做这个投资 其实是有的 但是如果说 你这个是要做投资规划的话 可能因为你可能 就要快要到退休年龄了 对 对不起 退休规划的话 对 你可能退休年龄就快到了 所以你没办法做 长期性的这个等候 那你没办法等到市场回来 回来 也就是说对于你来说 并不适合 如果说你今天年纪还很轻 你做的就是普通 一般的投资的这个规划 那你可以慢慢等嘛 对 你还早 但是既然要退休 我需要用到这笔钱了 那这个浮动性的这个年金 可能就比较不适合 对 那一般来说 是不是这个固定 你刚刚说传统的这个年金 是比较普遍性的呢 对 传统年金是 就是它一开始就是有这样的 还有第三种 我再补充一下 好的 第三种年金是指数型的年金 现在应该说这个是最受欢迎的 大家最喜欢的一种年金 指数型年金是什么呢 它有个通俗的礼语叫做 下保底上封顶 下保底上封顶是什么意思 它就是那个保险公司 根据市场指数 譬如S&P500 标普500的指数 根据它的指数 参照它的指数 按照你的合约的percentage 来付给你 每年付给你利息 那么所以在市场 只要是往上走 保险公司都会分这个利息给你 可是如果市场跌了 譬如今年的标普在2500 明年跌了 现在是2000出头了 那明年跌到1900 1800的时候 保险公司呢 就今年不付你利息 只是给你zero percent 不付你利息 可是你上护理的本金 是永远不会再往下掉的 掉到零以下就对了 所以这个是下保底上封顶 有一个保险网在下面 对 所以这个是现在 大家比较 大家比较去选择的一种形态 老实说这个项目是 最近才有的吗 还是说其实是 也是应市场要求才出现 还是有一阵子了 在08年之后 这个产品就上来了 对 这个产品的设计 这跟市场动荡太大 是不是有关系 是的 因为我其实 我大概 对我就年轻的了解 我知道说 这个传统型 跟这个浮动型 那现在有一个指数 指数型 那可能会比较适合 一般我们要做退休规划的 这些朋友们 所以就像你说的 这个采鱼 这个折中 你不会掉到负嘛 对 不会有这个negative的出现 对 好 那这个种类 我们这样子讲 就非常仔细了 那我想一般人 可能就会go for 指数型的年金 尤其像现在利率这么低 你要做一个传统型的话 其实根本就是 完全没有投资的 这个意义在了嘛 对 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 到底什么样子的人 还有你刚刚有这个说法 就是什么样子的钱 适合做年金 是的 这个 这个什么样的钱 适合做年金呢 好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就是 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 最适合做年金的钱 应该是一个 qualify money qualify money 就是什么样的钱 像401K roll over 401K是公司的 是 退休值 roll over 转到一个个人退休账户 IRA 这个钱 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 59岁半之前不可提领的钱 是 它们两个特性是一样的 所以qualify money 是非常适合做年金的 这是头一种 第一种 对 那么另外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存在银行的定存 永远放在那里 永远不动 那个钱基本上 它是放在那里 它就是不会动的 像这样子的钱 那在现在的定存 五年的定存 可能是2% 然后呢 你每年年底 还有一个1099 你的利息又不能复利成长 所以像这样子的钱 也可以考虑年金 因为现在是下保顶 上封顶 怎么样它的利息 都会是多过 所以这是另外一种 所以 好 还有第三种 第三种呢 第三种呢 就是 现在在退休规划的 这一块里面 很多人呢 已经 因为这个保底的 这个产品出来 很多人 在用人寿保险里面的 tax free income 来做这个退休的规划 可是呢 有些人在申请 这人寿保险的时候 因为体检不过 underwriting不过 那么他不过的情况 他可以考虑做这个年金 而不是人寿保险 所以这三类人 我认为都是适合的 那么其实一般人呢 讲到这个退休规划 想到比较多的是这个 像你刚刚说的41K 或是Aira 但是呢 年金其实是另外一个工具 给大家来做这个 退休规划 所以非常谢谢王小姐 谢谢您 谢谢 很客气 讲得非常的仔细 我今天真的受益了很多 谢谢您 很客气 谢谢 OK我们稍微休息一会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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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